大家好,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凉拌菜 食材简单,只需要红瓜和鸡蛋做出来,眼切一辆 首先将鸡蛋清洗一遍 洗净的鸡蛋放锅中,大火煮熟 将红瓜清洗一遍 黄瓜切掉头尾,顶端,这一头多留一点 然后用削皮器削成长片 把每一片红瓜卷起来 全部卷完,摆放至盘中 黄瓜顶端再削成长片 摆放至盘中 煮熟的鸡蛋 把外壳剥掉 然后切成小半,摆放至盘中 碗中放适量的蒜末 黑芝麻 辣椒面 浇上热油,记住香味 碗中放点食盐,白糖,生抽,橙醋 辣椒油,浇匀 将料汁均匀的浇入盘中 即可食用 一道美味的黄瓜,两瓣鸡蛋就做好了 鱼非常好,用来招待客人 非常有面子 看起来非常好看 象征着花开富贵 吃起来开胃下饭 营养美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选择菜 让家人开心过我们一天 我们下期见见